引言,内地娱乐圈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行业,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不过,随着内地娱乐圈的发展,一些不良现象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低俗、造假等问题。 如何提高用户的媒介素养拒绝内娱低俗化,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文根据最新2023年5月份的数据显示,内地娱乐圈的媒体素养普遍偏低,对于低俗内容和造假事件的推波助澜比较严重。 这种现象的形成既与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有关,也与观众对于八卦新闻的热衷有关。 但是,这种低俗化和造假现象无疑会对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何提高用户的媒介素养拒绝内娱低俗化呢? 一方面,媒体机构应该加强自身的素质建设,坚守传媒职业道德,不制造和传播低俗内容和虚假信息。 另一方面,观众和社会大众也应该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盲目追逐低俗内容和虚假信息。 只有这样才能让内地娱乐圈更加健康。 有序可持续的发展 结论 内地娱乐圈的发展 需要一个健康、有序、可持续的环境 媒体机构和观众都有责任 共同抵制内娱低俗化和造假现象 提高媒介素养,推动内地娱乐圈的良性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让内地娱乐圈成为一个更加美好 更加有意义的行业 在内与产业的发展中,明星的表现功不可没 而他们也成为了娱乐新闻编辑者报道的焦点 根据最新2023年5月份数据及全网数据 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深入报道的亮点 例如,最近一些明星参加各种真人秀节目引发了广泛关注 其中有不少节目的收视率和话题性都非常高 此外,一些明星的代言合作也备受关注 他们的形象和品牌价值也受到了提升 另外,最近一些明星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也引发了许多话题 他们通过与粉丝的互动 成功地营造出了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这些都为内与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然而,内与产业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些挑战 有不少明星的行为和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争议 这对他们的形象和品牌价值产生了不良影响 此外,一些明星为了追求热度和话题性 会采用一些低俗、偏激的手段 这也给娱乐圈带来了负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呼吁娱乐圈内的明星和相关从业人员 要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不要为了追求利益和热度而放弃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娱乐消费者要具备辨别真伪、抵制低俗的能力 不要盲目追求热度和话题 成为有素质的娱乐消费者 总之,内与产业的发展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作为互联网娱乐新闻编辑者 我们要客观地报道内与产业的各种事件和现象 不带有主观意见,同时也要以生动 幽默的文笔风格吸引读者的关注 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和呼吁 内与产业能够实现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为广大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精彩的娱乐内容 引言你是否常常在追逐娱乐新闻的时候 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中 无从下手,让我们为你揭开这个迷雾 为你带来最新、最有料的内鱼新闻吧 在这里,我们将会为你呈现内鱼圈最具活力 最受欢迎的明星还有他们的最新动态 正文据最新数据显示 近期内鱼圈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就是王一博 今年5月,王一博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和深入人心的乐曲 获得了魅鱼圈的广泛关注 他不仅在音乐、影视等领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更是常常积极参加各类慈善活动 在社交媒体上也与粉丝保持着密切的互动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这么受欢迎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不久前的一项调查结果 据调查显示,王一博最受欢迎的地方是他的多才多艺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和歌喉 还拥有着不俗的舞蹈技巧 他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 他的幽默风趣和诙谐幽默的台词常常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此外,他还常常积极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这些行为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社会认可度 结论综上所述,王一博的快速崛起并非偶然 他在演艺事业中的出色表现 以及在平日生活中的善良和助人行为 都让他赢得了众多粉丝和社会大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这位年轻演员 在未来的演艺之路上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初心 不断进步和成长为我们带来更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最后,让我们再次为王一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无论未来的路怎么走,你都是我们心中的骄傲